Hello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萌萌酱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来到了大阪市的平野区 来看我身后这栋刚建成的一户建 那这个一户建呢,其实是一个五块地的区画 目前啊,正在出处中呢,仅剩我身后这一栋 以及右手边的这个空地了 它目前的售价呢,是4380万日元 土地面积是63平方米 建筑使用面积呢,是109平方米 三层建的四居室外加右边呢,这么一个停车位 那现在呢,我所处的位置是一楼的玄关处 首先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出来 玄关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宽敞的 对于一个三层建的一户建来说呢,还是比较难得的 那左手边呢,则是一个步入式的鞋柜收纳间 那这个鞋柜收纳的整体造型呢,还是比较可爱的 鞋柜收纳间的旁边呢,则是一楼的卫生间 那一楼上余的部分呢,则是我右手边一个非常宽敞巴铁的卧室 左手边呢,这扇门后呢,则是位于楼梯下方的收纳间 一楼这间卧室的面积呢,是8铁 左手边的这个落地窗朝向呢,是我们停车场的位置的南向 所以采光照明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二楼客餐厅的部位 二楼客餐厅这边的使用面积呢,是16铁 它的壁纸配色,以及家具的颜色色产呢 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爱,而且很温馨 今天看的这个一户件啊,整体房间内部的配色还是非常注目的 首先我左手边的这个厨房灶台呢,全部采用了一个纯白色 包括上方这个油盐机啊,也是白色的,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相较于以往的家具搭配,大家是主要以黑白灰为主 看到今天这个这种彩色的跳跃啊,也会让我们觉得 房间内部呢,多一些颜色也是能够使人的心情比较愉悦的 那整体客餐厅这边的面积呢,虽然不是特别宽敞 仅仅只有16铁,但是呢,非常的温馨 我左手边的这扇推拉门呢,则是通往我们一楼的楼梯部位 推拉门的这个颜色呢,采用了雾霾蓝 有没有感觉整体看起来也会眼前一亮呢 沙发背后的这个小阳台呢,朝向也是非常不错的 面朝南下,现在太阳呢,已经照进来了 视频往里走呢,是我们二楼的洗漱区域 洗漱区放在二楼也是比较方便的 晾洗完衣服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搬到刚才的南向小阳台进行晾晒 那二楼洗漱区的隔壁呢,则是卫生间的部分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三楼 三楼则是剩下三间卧室 来到三楼之后啊,还是让我眼前一亮的 首先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则是给我们爸爸妈妈 或者是儿童预留的一个学习位置 左手边呢,则是一个非常具有少女性的部落室衣帽间 那衣帽间看完之后呢,旁边则是两间打通了的卧室 这两间卧室的面积加在一起呢,是石铁 其实它是一个为儿童预留的卧室 有两个独立的出入门 那衣帽间呢,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比较可爱的粉红色衣帽间 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小朋友的话,那他一个人呢,就可以享受这么宽敞的儿童房 以及出了门之后呢,就是小朋友的学习区域 那再往前走呢,剩下的一间卧室也是比较宽敞的 面积是7.5铁 如果我们不喜欢把主卧室设置在一楼的话 这间卧室作为主卧也不错哦 这间卧室的采光呢,以及衣柜的收纳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这个房子啊,三楼全部看完之后啊 真是觉得房间内部的设计啊,太少女,太可爱了 视频看到这里啊,我个人对于这个房子售价4380万日元呢 还是比较赞同的,面积啊,以及房间内部设计呢 都非常的合理,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的宽敞 另外周边的生活设施呢,都在徒步三分钟之内啊 都可以到达,非常非常的方便 当然了,虽然平野车站呢,要稍微远一点点 徒步需要13分钟,我们可以骑一个小自行车去 真的,在日本的话,大家对于自行车的利用率啊 也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每家门前呢,都能停个两三辆 那今天我们这个看好小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 再见 再见